花蓮縣衛生局特別在花蓮縣富幼青創園區 舉行了無毒家園親子同樂探索營 縣長徐正衛立委傅崑奇 一同為無毒環境和認識新興毒品來做宣導 希望花蓮可以成為一座安全無毒的幸福城市 花蓮縣無毒家園親子同樂探索營 親子大手親小手 反毒同樂一起為孩子打造一個健康快樂 安全無的友善環境 花蓮縣衛生局9號在花蓮縣富幼青創園區舉辦 無毒家園親子同樂探索營 現在許正表示透過這次的活動 讓大家認識現在新興包裝 毒品味道以及毒品對人體以及社會的危害的方式 讓大家了解並且能夠遠離謹慎小心 讓花蓮成為安全無毒的幸福城市 透過版讀讓大家認識現在很多的 透過新興的包裝 或者是任何的義媒財放進來 讓我們其實不了解 也不知道現在有很多的毒品 用很多的方式包裝 讓大家防止勝防 所以感謝中國信託 我們中信託 今天有來嗎 中國信託在哪裡 有嗎 他們也在那邊 動作園區 感謝中國信託 每一年對於我們的反讀的 無論是我們的氣味 或者是我們的很多的設備 行動式的 活動式的 都提供給各級縣政府跟我們衛福部還有衛生局來合作 讓我們很多的家長 甚至一般的民眾 可以去試聞看看 毒品的味道 這次活動與中國信託基因會合作 特別規劃各式反讀展示 包括反讀模型以及氣味 行李相的行動展具 提升民眾了解毒品的危害性 以及活力自然科學博物館 提供防讀好遊戲教具 以十項遊戲式的教具 讓兒童從遊戲情境中認識毒品的危害 希望讓民眾了解毒品的各式型態 讓反讀工作從每個人開始做起 記得喜歡看這段